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让第一线记者说给你听 台湾半导体产业持续在国际市场发光发热 身为产业领头羊的台积电 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公司在未来几年把推动在地供应链升级 视为重要任务之一 而政府也宣示要大力扶持本土材料与设备产业 在这个趋势下 相关台厂也纷纷动了起来 期盼一起赚大产业势力 抢占未来商机 真空领域全方位整合服务商日洋 动作就非常积极 除了提供24小时不打烊服务 扮演半导体客户重要的后勤角色之外 同时也全力发展自由品牌 以提升空师价值 究竟日洋是怎么定位自己的产业位置 又有何竞争优势呢 Money DJ邀请到董事长吴明田 执行长寇崇善 请他们跟大家分享未来的营运蓝图 我们日洋科技其实这几年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建立一个环绕在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整合性服务的一个方向 那所谓整合性服务就是说 OK 半导体在运作的时候 它需要设备有问题或是需要maintain的时候 大家必须做出后勤的资源 这方面包含了真空的设备和零组件 也包含了电子设备的方面的维修和它的维护 当然也包含了所谓的枪体内的这个parts的清洁和整理 那我们整合的实密也就是说我们在量测设备上面 我们也会有供应给客户的这个需求 那我们这一个整合性的策略在是比较特别的 比较特别在世界上还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环绕在半导体整合的一个策略来发展 那我们当然就是在这未来的五年 我们针对的采取的市场发展 包含了所谓的诟病 也包含了我们所谓的走出去在海外 建立这个经营基地的这个策略 人类现在进到一个就是文明上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 就像当时我们发展这个有发明电脑 有发明手机的这些 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智慧化 比如无机这些技术都是会改变人类历史 那半导体就是这一个所谓的人类新文明 所需要科技的重中之重 我们讲的不论5G 不论是我们讲的这个大数据分析 实际上都是要有硬体部分 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半导体提供的功能 因此以长远来看我觉得一定是蓬勃发展 因为文明是挡不住的 就是不论有再大的政治的这个影响 我们人类在这个文明的历史上还是会往前推 第1个部分是generator RF generator 另外一个部分是scrubber 那我们在正空零组件部分 我们的Valve现在已经是品牌 尤其是而且我们的Valve这个部分 实际上已经是供应在国际供应链 甚至国际级的这一个半导体的厂商里面都在使用 所以这一块我们逐步都在建立 那RF的generator这部分就是明远的 现在都已经进入到大的这个半导体厂里面 做等于是进到生产端 也是一个连续性的这个采购 那这一块已经看到成效了 看到成效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还有我们跟大厂合作的部分 就是说等于类似 是现在还没有正式 就是还在研发阶段 由明远来替大厂研发这一个 透映产生机的这一块 那实际上面在generator部分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我们策略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八寸厂已经二三十年 那很多的generator已经修不胜修了 那这一块我们是希望 把我们新做的这个generator去取代这一块 那这块市场是非常大 当然这块市场要慢慢经营 但是它一定会有这个需求 因为这个机器不可能永远用 所以那这一块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布局 为响应设备本土化政策 日洋积极投入研发 扩大自由品牌布局 其中自制尾器设备更是一大武器 它就如同超强空气清净机 可以捕捉九层以上真空系统产生的围层粒子 大大满足先进制程追求高前进度的需求 之前的这个scrubber他们设计说捕捉powder 是用洒水的方式 就是洒水株来捕捉powder 但是因为powder数量和尺寸越来越小 所以这个效率是非常低的 那我们的做法不是我们是把废气通到水里面 利用一个装置产生micro bubble 所以这个大大的提升 提升这个powder的我们的围层的捕捉率 那这个我们在客户那边都验证 我们的在这种微小的powder 我们都可以超我们的95%以上都可以被捕捉 这个相较于现在的技术来讲 那是好非常多的 那因为这一个东西是一般是装在我们的 比如说抽气的pump之后 尤其是dry pump 机械 pump 那powder假如说阻塞的话 处理不好的话 它会阻塞在这个dry pump 这边 所以因此会造成这个dry pump 它的故障 然后lifetime会缩短 那假如说即使是还OK 但是因为阻塞的关系 所以它会提升它的这个 必须提升它抽气的功率 比如电流啊这些上升 换句话说也是耗能 那就我们现在的实验经验 我们在dry pump 之后 加装我们的scrab 之后大幅改善 所以它寿命延长非常多 然后也替客户省了很多的电 那这个整体的效应是非常大 谈到公司核心竞争力 董事长吴明田认为有三点 分别是真空技术研发能力 上下游整合能力 以及客户合作关系 目前我认为我们最有竞争力的 应该是我们的真空的技术 事实上我们23年来 我们在真空这方面的研发 人才投入了相当的多 所以说我在这一方面 我真的投入相当大 所以我一直在研发在进步 从起初的怎么去cost down 到最后再进入比较复杂的 像我们的阀门 我们的阀门 各宿各样的阀门 我们做得相当的成功 另外呢 我们维修的技术 在pump的维修技术 各宿各样的pump 我们都会维修 我们带领了Edwards的tobopump 我们都派我们的员工 到国外去受训 他们所有的新产品出来 就我们一直受训 所以我们是他们的独家代理 我们也很用心来想办法 上下整合的整个公司 我在一般年的时候 投出了那个利盈 还有明年 利盈我们接入以后 我们第一年就赚钱 正是我未来的明日之星 史密是一家 也是一家同路公司 所以说它的最主要的同路 还是在半导体跟医疗 我们在进去以后 我们发现了 半导体的那个上游 它有些二手设备这一块 刚好跟我们日阳市 相互相争 我们最主要的一提的就是 我们的跟客户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24小时不打烊的公司 所以客户对我们的信赖度 非常的高 我们在半导体的那个大厂 好几次都发给我们的奖章 半导体啦 光电啦 LED啦 他们最怕的就是停工 因为停工的话 对他们省畜太大了 半导体产业前景看好 台湾政府目标2030年 半导体产值将达到5兆元的规模 受惠于政策利多 以及台积电的母鸡带小鸡效应 相关台厂可望雨露均粘 日洋已成功卡位大厂供应链 未来成长动能可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